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1月6号 朝鲜又出牌了 据朝中社1月6号今天报道说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在昨天也就是1月5号向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发了一封慰问店 主要是就日本发生地震呢 向日本国民表示慰问 其实朝鲜和日本之间呢 历来都是恶语相向 朝鲜方面为什么突然间做出这么不寻常的举动 要向日本表示慰问呢 我认为啊 这是在分化美日韩同盟之举 环顾四周 新年这几天朝韩关系骤然紧张 韩国从陆海两方面呢 都对朝鲜进行了这种炮击和突袭的演练 而朝鲜方面毫不示弱啊 朝鲜呢也进行了这种炮击韩国的演练 在这样的局势下面 韩国呢就在昨天紧急发布了 让盐平岛一带的居民紧急撤离的命令 这主要是因为十几年前朝鲜突然炮击盐平岛 按照朝鲜的性格是说干就干 所以危险随时都会到来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韩国方面渲染气氛的一种体现 但确实呢 朝韩紧张局势从此可见一斑 那在金正恩这方面呢 在去年年底12月31号 朝鲜劳动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扩大会议闭幕之后 金正恩呢就召集了对敌工作部门做出了重要的指示 他说 现在韩国已经不再跟朝鲜是同族的关系 而是呢 蜕变成为完全敌对的国家关系 他的妹妹就是朝鲜劳动党的副部长金与正 也发表了一封致大韩民国总统尹熙悦的公开信 其中呢 对韩国方面的这个表态呢 也跟以前相比有了很大的转变 也就是说尹熙悦政权呢 对朝鲜非常不友好 所以尹熙悦政权上台呢 给朝鲜提供了一个放开手脚 来大力发展军事武装力量的这么一个绝好的机会 他也奉劝韩国方面呢 不要轻举妄动 越划越远 从这样的表态来看 朝鲜今年和韩国的关系 可谓会雪上加霜 既然朝鲜方面已经认定了尹熙悦是一个对朝敌意非常浓的 这样的一个民族的败类和叛徒 那从这一点方面来讲呢 就是要对韩强硬 与此同时 对日本的关系呢 就可以打开一个缺口 那么如果是向日本方面送去秋波的话 那日本方面也不好特别的强硬 这样一来呢 日美之间的关系呢 也就会出现在对朝问题上出现一个缺口 我们知道呢 民主党的拜登政府上台以后呢 对朝鲜一直是不温不火 不予理睬 也不进行接触 想一想 当年特朗普啊 跟金正恩呢 进行了三次会晤 那拜登政权呢 也就是民主党的这个美国政府呢 让朝鲜感到非常的失望 那今年呢 是美国的大选年 同时韩国呢 也是要进行国会的选举 那韩国的国会目前来讲呢 他的反对党呢 是处于对韩国的执政党构成了一个极大的威胁 那韩国的执政党目前就是尹锡悦的所在的这个政党呢 是处于劣势 那尹锡悦政权他的本人的支持率呢 远远低于不支持率 在这样的形势下 如果朝鲜对韩国的尹锡悦政权 进行军事和政治方面加大压力 那么就使得呢 尹锡悦在国内包括他的这个执政党目前呢 这个形势呢 更加的窘迫 我们再来看在对美关系方面呢 其实朝鲜对拜登政权已经不抱任何的期望 而且今年呢 美国就会进行大选 那么到底是特朗普所在的共和党要上台 还是民主党的拜登方面要上台呢 这可对朝鲜将来和美国发展什么样的关系 起着非常非常关键的作用 因此在这个时候呢 让拜登呢 觉得 朝鲜对美的关系无法打开缺口 也无法有所进展 这个时候是符合朝鲜的利益 也会有利于朝鲜今后对美关系的下一步运作的 朝鲜的目的就是要让美国的公众看到 拜登政权对朝一筹莫展 而且朝美关系越来越紧张 如果朝鲜在发射什么样的导弹卫星 或者进行核武器的试验等等呢 明显的美国公众就会觉得 在对朝关系上面呢 拜登的民主党政权不如特朗普所在的共和党政权 这就对美国的大选会产生一些影响 所谓的美日韩军事同盟这种靠意识形态拼凑起来的联盟呢 其实也不是铁板一块的 对此朝鲜的金正恩看在眼里 他非常晓得其中到底怎样去突破 那这就是朝鲜为什么会在新年一史 在经过了几天的深思熟虑之后 向日本的首相岸田文雄发出慰问殿的原因 好感谢收看我的分析 我们下次再会 喜欢我的视频可以收藏点赞转发